我的七彩虹4080响卡随机黑屏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在我之前发的那个视频里评论区说什么的都有 有人说是七彩虹的问题 还有人说是40系响卡或者掉驱动的问题 有人说是电源功率不够 还有人说是电源延长线的问题 有人说是机箱问题 机箱内部温度太高了 还有人说是内存问题 下面我直接公布答案 我这次遇到的响卡黑屏 它的原因是响卡供电不够或者供电不稳 还有就是机箱空间太小散热不佳 也就是说我的12700的CPU加上4080响卡 他们想吃更多的饭但是没给够 另外CPU和响卡散热很多 也就是拉的很多都堆在那清理不及时造成的 我这次只更换了两个配件 一个是1000瓦的ATX3.0的电源 还有一个更大的机箱 之前响卡平均每个月都会随机黑屏一次 但是现在我已经观察两个月了 并没有发现黑屏 不仅没黑屏 现在整个系统变得更稳定了 因为我这台电脑以前总是随机会卡一下 卡这一下可能就卡黑屏了 也可能会卡出其他问题 但是现在虽然还有卡一下这个毛病 但是过几秒就恢复正常了 我以前碰到这个卡心里可害怕了 现在可有信心了 一点都不害怕它卡一下 所以说这次响卡黑屏和七彩虹这个品牌 40系响卡内存都没有关系 那黑屏具体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4080响卡官方要求850瓦电源 我用的是750瓦 我之前还出过一条视频 分别测试了CPU和响卡的满载功率 这个750瓦绝对是没问题的 是够用的 而且不死机 不黑屏 但是我现在要纠正一下 12代的CPU和新的40系响卡 它有个特点叫顺时高负载 这个750瓦的老规格的电源扛不住了 据说这个顺时功耗有可能会达到两倍 所以既要功率给够还要ATX新标准的电源 才配得上这些新CPU和新响卡 新CPU指的是12代以后的酷睿 包括12代 新响卡就是40系响卡 另外上面说的这个系统随机会卡一下 我怀疑是我这个12700的CPU顺时高负载造成的 这次升级新电源花了1250 新机箱570 旧的机箱电源都卖掉回血了 这次升级一共花了1300块 本来我还想升级水冷 但看了一圈果断放弃了 虽然水冷更好看 1000左右的价格也能接受 但是不想折腾了 我之前想的随便升个C680显卡 就能够玩4K高特效游戏了 但是现在想想没那么简单 CPU 显卡 主板 散热 电源 硬盘 各个方面全都得跟上才能玩得起这个4K高特效游戏 我现在这台电脑的配置玩4K高特效游戏 基本上算是均衡的 如果大家对我这套电脑配置感兴趣 以后我再做视频和各位逐个分享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